其實我是有把它放上來了 只是說放在最新消息,好像貼不上來 所以我後來就把它放在教材裡面 所以喔,上一次上課的影片在這裡 那些點這邊連結,這邊也可以看到 如果將來最新消息沒有,你們看一下教材 教材這邊就有了,OK 那就是上一次上課的兩段影片 其實上次其實沒有講很多 主要是講什麼,安裝夜神模擬器 跟製作12生效的APP 然後並且增加對話框跟那個程式設計 大概就是這幾個部分 那今天的話就是主要兩個重點 第一個就跳頁,第二個的話就下拉清單 那怎麼跳頁,首先的話呢 我們剛剛講到的第一個 把我們的APE INDENT先把它 另存一個專案名稱,後面改成今天日期 那這個是上一次的,我看一下 上次你可以把它download下來 當然你可以打包之後下載 那我之前講過,你可以開啟之後 它就會自動幫你把那個 就是我們的這個 有沒有,我們的APP 把它直接傳到這邊 這個是夜神模擬器 它就直接打開 那上個禮拜,上一次做的就是這樣 點下去,這邊有沒有,就出現12生效 這個就是所謂的對話框 但是這個對話框 畢竟它不是跳頁 因為這個裡面不能放太多東西 大概幾多就放一些簡單的東西 如果你只是想要顯示一個簡單的內容的話 可能它的字數 行數應該在10行之內的話 那你其實是可以用訊息 這個叫訊息框 對話框 OK 那假如說我今天要放的內容比較多 像這邊有個12生效 有什麼 運勢好了 比如說你們是屬什麼 屬蛇嗎 蛇今年的運勢 是什麼 看完好像還是不知道 OK 反正就是應該不錯 今年吉星有天馬八座 那胸有天狗 這什麼 OK 那假如說今天我們以這個當例子 我如果今天假設點了屬之後 我能夠跳運勢 然後裡面的資料的話 那該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呢 我們一樣就是說 需要跳頁 那跳頁的話呢 我們直接就開啟那個 AP Inventor 這個畫面 那各位請看一下 這個地方目前呢 我們頁面 你可以看一下頁面 在我們的所謂的螢幕 這個叫螢幕 其實你也可以把它當成是頁面 幾頁的感覺 那如果說你要新增幾頁的話 有沒有 其實就新增螢幕 那比如說我今天想要點擊 這個老鼠 它可以跳一個螢幕給它 裡面的話就是放什麼 放我們剛剛看到 運勢跟那個文字的話 那怎麼跳頁 第一個請你新增螢幕 按下新增螢幕 第二個螢幕名稱 也許叫什麼 老鼠 它好像不能用中文的 那我們叫什麼 S01 反正就隨便 一個Screen 等於是Screen的縮寫 01的話就是第一個 S01 OK按確定 好 這樣的話你會發現 你如果要跳到那個頁面的話 就可以從什麼 新增頁面這邊做切換 有沒有 那所以呢如果說 老鼠是S01好了 那牛的話就S02 一直到最後一個是S12 反正就是一個一個畫面 如果你要切回去的話 可以從這邊切 有沒有這邊可以切 螢幕的話可以切 那假設你它再新增一個 叫S02的話 那你用S02 按確定 所以這邊的話呢 你必須要有12個螢幕 好第一步 第二步的話呢 請你在S01裡面放什麼 放那個 我們要的這個畫面 那個畫面裡面的話 就是把運勢 跟 就先放一個好了 因為我還沒有講到那個下拉清單 所以呢 我們假設我今天運勢跟這個 這兩個 把它放在哪裡 放在 我們這個底下畫面 那該怎麼放 當然幾個方法 運勢部分我可以用標籤 所以你可以用標籤 把它拖拉過來 放在這邊就可以了 那裡面的話放什麼呢 其實就是 主要第一個 把它的字 字的大小 因為它是 14太小 30好了 然後 顏色的話 看你要不要變化 顏色 預設 這是背景顏色 如果是這個 底色的話呢 你可以看到底下 這邊有一個 把它比如說變紅色 OK 這邊變紅色 那裡面的字的話 你也許把它叫什麼 叫運勢 所以這邊的話 把它Ctrl C 然後切到這邊來 把它Ctrl V貼上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完成了 第一個運勢 那底下 底下 你當然有幾個方法 你可以放標籤 或者另外一個 其實這兩個都可以 標籤跟文字輸入盒 那這兩個有什麼差別呢 標籤的話 它有一個缺點 就是如果你字數 假設超過這個畫面的話 它不會有捲軸 可是文字輸入盒 如果字數超過 超過這個畫面 底下還有的話 那文字輸入盒 會有捲軸 所以假設 我們如果先用標籤好了 比如再拉一個標籤 放哪裡 放下面 那裡面的話 第一個 我可以調整它的字大小 20好了 然後顏色的話 也許我可以把它改成一個 藍色字好了 OK 再來的話 我就把這裡面的字 從那個陽年有沒有 陽年地支這些 Ctrl C 然後把它Ctrl V 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個文字裡面 好 然後 Enter一下 你會發現 這個地方呢 它就會幫我輸入進來了 不過呢 它的寬度跟高度 是不是要設定一下 比如填滿 把它改一下 然後寬度也填滿 有沒有 如果你沒有改填滿的話 它變成它會橫向的 所以呢 假如我把這個字貼上來之後 然後把高度跟寬度呢 記得呢 通通改成填滿 好 那這樣的話 我們基本上呢 就已經做好一頁了 OK 所以這個一頁就S01 那一樣的S02 S02的話 你一樣這邊 再拉一個標籤 那這個一樣 是什麼 是運勢 其他的 這個 那一樣改 改這個標籤 運勢 顏色的話呢 大概也是紅色 所以是不是可以拿剛剛那個 來改 30 然後這邊的話 一樣把這個標籤再拉一個 然後文本的部分的話 你可以拿牛的部分 這個是牛的部分 然後貼到哪裡呢 貼到它的文本裡面 一樣 Enter 這個它折行有問題 所以怎麼樣 把這個填滿一下 把寬度跟高度都改為填滿 然後字數 這個大小也許改了20 看一下 太大了 改18 OK 這樣很大 OK 然後 顏色看要不要改 它預設是黑的 黑的好像不好看 所以習慣把它改成一個藍的 OK 這樣子 那就有一個頁面 兩個頁面 那待會的話 交課會怎麼樣 所以喔 底下 還有S01到S12 那自己再把它完成好了 完成之後的話 我們待會跟各位講 如何點它 可以跳到剛剛這個頁面 其實非常簡單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 先把那個 就是S01到S12 S12 就是 數到珠 分別把 它的運勢先貼上 那待會我們用切換 喔 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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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